体坛消息,2024年世界雨连巡回赛总决赛完成了小组赛的抽签环节 我国男单自由人李子佳与安东森还有周天成同在A组 两支混双组合,法敏与结位同列B组 那么头号女双陈康乐和蒂娜千韵不佳 被抽入了堪称是死亡组别的A组 遇上了圣坛还有山羊组合,想要突围挑战重重 我安重瞩目的2024年世界雨连世界巡回赛总决赛 今天早上完成所有单向小组赛抽签仪式 在率先登场的混双抽签环节中 我国自由夫妻档吴宣伐和赖杰敏 以赛会二号种子的身份自动入围B组 国家队的陈塘杰和杜一卫随后也被抽中进入B组 一场同城内战在所难免 此外等待他们的还有日本组合绿川大飞和斋藤夏 以及印尼强荡德阳和格罗利亚的挑战 在实力旗鼓相当下 法敏携手结位突围 预计不成问题 女双方面 陈康乐和蒂娜千韵不佳 抽中了堪称死亡之组的A组 除了得面对新科世界第一刘胜书和谭宁之外 他们也得迎战实力不俗的日本山羊组合 以及印度新秀乔丽和戈比昌德 至于竞争最激烈的男双 迎来总决赛首秀的自由组合 吴世飞和诺依组厅 将在A组对阵中华台北的奥运冠军 领阳组合 以及丹麦头号种子兼世界亚军 国家队头号男双限定分合苏伟毅 则列入B组 将迎战东道主任何组合 以及两支印尼强荡 最后登场的南单小组赛抽签 我国自由人李子佳被抽入A组 即将迎战丹麦的安东森 中华台北老将周天成 和东道主的李诗峰 世界亚联寻回赛总决赛 将在这个月11号 也就是下星期三拉开战幕 谁能笑傲群雄 12月16号自由分晓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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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